叶小五的最终处决通知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布,停职。公司上下顿时觉得这不过是虚晃一枪。叶小五所犯的事一目了然,还用得着停职接受检查。 大家觉得这自然只是公司意思一下给众多眼镜一个交代,过不了几天自然就会恢复原职,一切如初。 谁想叶小五离开老板办公室没多久,就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抱着纸箱又回到了老板面前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?老板一看勃然大怒,他觉得这是叶小五在上的示威。 他虽然是策划技术等部门的核心人物,但公司也绝不是离了他玩不下去。老板对叶小五的刑警十分的不满。 不是威胁,叶小五语气平静,我真心辞职。 给我个理由。老板回答。 大家理念不合。叶小五说。 这么说来,我说的你完全不接受了。 老板叹气。 我有我的坚持。 叶小五说。 是吗?那对我刚说的人民币玩家,你怎么看? 老板说。 天平稍有倾斜并不会影响他的最终平衡,只有足够重的砝码才足以掀翻他。 人民币玩家不是,但那些人一定是。 叶小五坚定得到。 老板只能深叹了一口气。 眼前这个年轻人聪明,有才华,他一直非常器重。 想不到,这样的人竟然会钻入牛角尖。 聪明人钻了牛角尖比普通人更加可怕。 因为聪明的人大多很自信,甚至自负,想从中再退出来,除了他自己,没人帮得了他。 既然这样,你走吧。 老板还能说什么? 他只希望这年轻人能醒悟的早一些。 我有个请求。 叶小五说。 说。 老板说。 既然我已经非公司人员,我希望有像普通人一样游戏的权利。 叶小五说。 老板争住了,他没想到,要求会是这个。 不过,他很快已经点了头。 叶小五非常诧异。 他也没料到老板对这要求答应的竟然如此痛快。 他原以为这个要求一定会被拒绝。 他甚至想好了如果被拒绝后,他会如何来争取。 老板答应的如此痛快。 不由的,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。 很奇怪我会答应。 老板望着他。 叶小五点头。 看来,我们的理念的确有差别。 老板叹息。 你既然已经离职,我为什么会不允许你拥有普通玩着游戏的权利? 但是之前,你果然没明白,公司人员为什么不允许进行本公司的游戏,怕你们对游戏有更多的了解? 这不过是个表面比较好听的说法。 真正怕的是你们手中的权限,怕你们用修改器或是修改后台数据来舞弊。 无论损人还是利己,这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 现在既然你已经离职,再没有接触这些权限的机会,我还担心什么? 老板说。 但我的了解程度可不一样。 叶小五说。 作为核心人员,你当然不一样,但是,你应该不会忘记你这种核心人员和公司是签有保密协议的吧? 你虽然不再是公司人员,但保密协议一样有效。 所以,当我们认定你的行为有涉及到违反协议内容时,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 保密协议? 叶小五微微一笑。 既然这样,那大家就都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 昂首阔步,叶小五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,在无数的目睹下离开了公司。 投向他的目光,有惋惜,有惊讶,有同情,也有幸灾乐祸。 叶小五都没有在意,就这么投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游戏里,投天和boss这一折腾,弄得每个人都很疲惫。 回到主城后,连那几个日夜颠倒的游戏狂热分子都极为难得地直接去下线休息了。 次日再在游戏中相遇时,有个立刻向大家宣读了游戏公司在主页上发布的公告。 作为事件的积极参与者、牺牲者以及补偿者,大家都很是感慨。 这时御天神明才嚷嚷着叫顾飞把昨天报到的东西拿出来欣赏下。 其他几人才想起,那boss最终是被干掉的。 这才一口同声地向顾飞打听到底报了什么东西。 东西当然是有的,顾飞慢条字里地回答着。 大家眼巴巴地等着他把东西发到频道中共同欣赏。 结果顾飞非常恶毒地假装沉默,弄得几人白爪挠心。 大声谴责顾飞这种不人道的行为。 于是,顾飞这才将两个值得研究的东西发到了频道中。 安德鲁苏的日记,几人身处异地这一刻却在心里发出同一个声音, 都在念叨顾飞发进频道里的东西。 而这件物品的系统注释只有一句话,一本看起来很普通的日记。 这么一句话,一时间也琢磨不出什么含义, 大家一边吆喝顾飞速度携日记本过来一关, 一起又看第二样东西。 物影突袭,刺客技能,乍然现身发动冲击力极强高速突击。 众人又一起默念了一回, 默了又歌喊道, 为什么不是东西,而是一句话? 日记本是被顾飞选择后发在频道中, 众人点选自然出现资料。 而这第二项却是顾飞直接拿一句话给表述了出来。 哦,日记本在我这儿, 卷轴在百事经伦那里了。 顾飞说, 哦, 众人点头, 看来这二人是均分了战利品, 不过, 从那日记本尚不知何用来看, 显然这技能卷轴更加实惠。 大家估摸着, 是顾飞故意让给百事经伦的, 因为他在帮着百事经伦赚钱,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。 此时除了见鬼, 其他人当然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, 因为职业有冲突, 这圈轴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根本无用的东西。 见鬼这时心里已经挺有冲动, 这boss已经经官方确认宣布是高等级的, 具体虽没明说, 但绝对是高过眼下玩家等级, 那么显然意味着这技能也是高等级技能。 游戏中学技能拿装备, 等级向来不是障碍, 能学到一个高等级技能, 这和拿了一个高等级装备一样实惠。 更何况, 游戏中许多高手都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特别技能, 这点见鬼嘴上不说, 心里实在还是有点羡慕的。 高手嘛, 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个性一些, 此时已经就有一个个性的机会摆在面前, 如果不去珍惜, 那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高手。 多少钱? 老实地见鬼, 老实地问。 我也不太清楚, 顾飞说, 末了他也很老实地提醒了一句, 你有钱吗? 你好像还插着我的钱没还呢? 以见鬼的人品, 顾飞相信他现在肯定是没钱的, 否则早就会还上隐长珠短碳欠自己的一千八百金币了, 这不是个小数目, 顾飞估摸见鬼从拿到匕首开始就一直冒劲存钱准备还自己。 据说中间还一度萌生过把双支回忆先卖了的想法, 是顾飞后来告诉他, 完全不用急, 慢慢存着, 见鬼才打消了这念头, 毕竟他也有些舍不得。 当初的长珠短碳技能装备, 被诱歌估价三千金币, 大道索图身上报道的神偷技能卷轴隐秘行动, 同样被销武三千金币收走。 如今, 这个雾影突袭, 卷轴没有明确写明攻击的伤害和速度可以达到多少, 玩家无从了解之下, 价格会受影响。 但就凭着出身, 怎么也在两千金币, 顾飞百分百确认见鬼没这么多钱, 否则他早已经和自己把账结清了, 顾飞想推都推不掉。 果然, 见鬼很不好意思地说, 钱可能不够, 你和百事经伦说一声, 先帮我留着, 我想想办法。 百事经伦职业也不对路, 卷轴显然对自己也没用, 而那家伙似乎又是个急要钱的主, 见鬼真怕他这会儿已经给转手甩卖了。 那家伙对钱很迫切啊, 怕是等不及。 顾飞说, 果然嘛, 见鬼心下一片悲凉, 不如这样, 我这儿还有些钱, 你先拿了去买了得了, 以后慢慢还我就是了。 顾飞说, 这, 见鬼没想到顾飞会如此, 顾飞有钱大家倒都知道, 除去这一单任务的收入, 光第一关时就赚了西洋五一千五百金币, 比各位都有钱。 佑哥, 你看这技能卷轴大概要多少? 顾飞已经转问佑哥了。 呃, 这技能还没见过, 连卷轴上也没数据描述, 较高价比较难, 但我们知道这玩意儿是从那种高级boss身上掉的, 公平来说, 我觉得两千至两千五金币都比较合理。 佑哥说, 顾飞一听, 和自己估计差不多, 见鬼也觉得此价钱合理, 只可惜的是囊中羞涩。 顾飞则已经在说, 我这边拿两千金币给你, 你快从百事经轮那儿买下吧。 见鬼实在不想再拿这钱, 但也着实担心, 百事经轮那边急着就已经脱手, 但转念一想, 咱借钱又不是会赖着不还的人, 何必为此纠结? 如此一想, 也就坦然接受了顾飞的主意。 那好吧, 先借你的, 我会尽快还的。 不急不急, 慢慢来吧, 顾飞一说。 那你快帮我联系下百事经轮。 见鬼着实急切, 就怕传来个号说东西已经不在了。 他还没在下, 可能得晚上, 不用着急, 顾飞一说。 咦, 说起来, 你今天怎么大白天就在, 不用上班吗? 众人疑惑。 嘿嘿, 今天教师节, 我放假。 顾飞回答。 我放假装。 这我就可以的咦哈哈或者堵了。 还不能 lore那边 где gossip. 你们发案上我都在友读没 fishek。